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战略营销 具体说我们就是如何去做市场细分 然后选择目标市场 从而针对目标市场去定位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市场细分 目标市场选择和定位呢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市场 任何产品的市场 任何消费市场 它都不是铁板一块 都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要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市场 手表市场 手机市场 酸奶市场 啤酒市场 电动车市场 都按照大家的购买偏好 购买价格段 购买的车型的喜欢 口味的不同 使用的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送人的 还是自用 这种使用用途的不同 分成了一个一个的细的独特的市场 我们把这个市场叫做什么呢 叫在大市场当中的细分市场 所以一个大市场 一个大的啤酒市场 一个大的电动车市场 都是由一个一个的细小的需求 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的细分市场构成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除非你是市场的巨乌霸 你是巨乌霸企业 你像这个手机 你像这个手机领域的三星 华为 汽车领域的通用汽车 它能覆盖所有的细分市场 除非你是他们 能够做到全覆盖 否则的话 我们的绝大多数企业 都是在选择 我们这个产品品类当中的 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 来进行服务的 我们把这个过程 叫做目标市场的选择 你所服务的是什么呢 是众多细分市场当中 你选择出来的 你可以服务好的 你觉得是有利可图的 你觉得将来这个市场 会逐渐发展的目标市场 那么我们选了目标市场之后 这个目标市场当中 不光有我们 刚才说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饮料 各种饮料 各种品牌的饮料 上百种品牌的饮料 都说自己喝得爽 喝得健康 好喝 很开心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目标市场当中的消费者 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 能够看到我们的差异化 这就是我们要针对目标市场 提出来独特的定位 害怕胖 害怕长脂肪 害怕血糖高 你就可以喝零脂零糖零卡 健康就喝零脂零糖零卡 这是一个定位 你害怕上火 就喝某种某种饮料 你对这个产品不放心 寻求买了不会错的安全性 你就买某种某种品牌的电脑 这就叫做什么呢 寻求安全性 你就买某种汽车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做定位 在目标市场当中 通过寻求独特有意义的差异化 占据一个独特的心智认知 这就是定位 那么科特勒先生就把市场细分 细分之后的目标市场选择 目标选择之后 针对目标市场进行定位 这三件事叫做STP 它也把它叫做战略营销 为什么叫战略营销呢 因为它很重要 一到战略 战略这俩字 大家都知道 它很重要 但是它又很长期的才会变化 所以战略营销 往往是由公司的总部来制定 它决定了我们到底服务于什么市场 就是我们选择在哪里进行经营 然后我们选择为这些 我们所选定的市场当中 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功能 这又涉及到了选择 所以战略营销是关于我们为谁 提供什么样的独特的产品和功能 和价值的一套过程 这里边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是减法思维 所有的战略都是关于减法的思维 为什么呢 因为机会总是存在的 但是机会大多数的这种坑 陷阱都以机会的面貌出现 所以我们做战略 就是做战略营销 就是要做减法 做识别 做聚焦 做精准 因为我们的资源 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STP的本质就是精选战场 精选价值 达成为我们的后续的营销战术 就四批来做准备 那么STP 要做好STP 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做好什么呢 要做好市场细分 科特勒先生曾经讲 市场细分的方法和艺术 是市场营销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么市场细分的本质 科特勒先生认为是啥呢 就是你如何创新性的 创造性的看待你的生意本质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 我们把这个市场细分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我们按照什么 我们按照年龄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市场 分成年轻人的 中年人的 老年人的 是不是 女性饮料 男性饮料 是吧 我们可以按照企业的规模 这是最简单的细分 我们把叫做什么呢 叫做人口统计学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数据 这种细分呢 通常采用的维度是什么呢 规模 大小 位置 行业 企业 通常按照这些细分 顶多再加上一个 和我们的关系 老客户 新客户 就按照这几种方式细分 那么针对C端消费者呢 我们对这个市场进行细分呢 也往往会按照什么呢 性别 年龄 是吧 地理位置 收入 家庭结构 宗教信仰 是吧 按照这些来细分 这都是一眼能够看到的细分 这种市场细分呢 能的确啊 能够把我们的市场 分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子市场 但是呢 这样的细分呢 它不够 它不够用 为什么不够用呢 因为它揭示的不同的这个细分市场当中 需求的这种独特性不够深 以及背后需求的动机不够深 以及呢 这些需求啊 需求它的这种映射的顾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够深 也就是说 这种细分呢 比较浅 它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 你的所有竞争对手啊 它都会用这种方式去细分 那大家 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用一样的维度去细分这个市场 你就会发现 大家都会推出男用饮料 女用饮料 大家都会出来 以这种沙口好喝的这种汽水 结果导致啥呢 结果就导致了产品的同质化 战略的平庸化 因为我们都是用一样的眼光 一样的维度去看待这个市场的 所以产品同质化是什么 价格战是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不够创新 非常肤浅的同质化的市场细分的结果 所以市场细分分的好不好 直接影响到你的产品能不能做出创新 能不能找到顾客独特的价值做差异化 那我们要创新 我们要做创新的细分 该怎么做 科特的先生在他的体系当中 营销管理第16版这本书当中 花了好几页专门讲如何做市场细分 给你提供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比如说 我们抛开消费者这些显而易见的这些细分因素之外 我们做消费者市场细分 消费者市场细分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 消费者他的购买的动机是啥 也就是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 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动机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送礼用 自用 送礼用和自用 这就是不同的购买动机 比如说消费者是着急紧急购买 还是消费者是日常购买 还是说消费者是偶尔长鲜行购买 这又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会知道消费者买这个产品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是一种表达自我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消费者买这个产品 动机是什么 是社会性的 他关注什么 关注这个产品本身的社会认同性 这个产品是不是大家都接受的 这个品牌是不是都知名的 这个品牌代表的身份是不是我的身份 还是说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 是为了解决它的实际问题 是自用的 是很务实的解决它的问题的 那他关注的是这个产品的易用性 好用性 可用性 实用的成本和方便性 接着你除了消费者动机之外 你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什么 熟悉程度 老顾客 新顾客 墙头草顾客 竞争对手的顾客 偶尔尝试型的顾客 你从这个角度你还可以分不同顾客 那就可以决定你的产品的复杂程度 易用性 你如何激励他购买 然后你可以按照什么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来进行抉择 所以科特勒先生在营销管理16版里面给大家一个工具 就是按照顾客的价值观 态度和生活方式 叫VALS 就是Value Attitudes and Lifestyle 这三个指标来描画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从而按照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价值观 把我们的人群进行划分 比如说那些社会精英 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什么呢 他的资源很多 他探索世界 他追求成就 他寻求差异化 那这些人是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资源丰富的探索者 以成就导向的资源丰富的探索者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在极致功能上打动它 要在使用场景上有突破 要营造一种专属感和专属性 而且具备极强的新鲜感 但另外一群人 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掌握到那么资源 资源包括自由的时间和自由支配的金钱 同时他们对世界探索欲望没有那么强 他们关注把当下的工作做好 他们觉得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过去是充满温暖的 今天是最值得珍惜的 所以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一个务实的珍惜当下的 积极向上的活在今天的务实者 那这群人他们需要的电动车可能就不太一样 他们很需要兼顾家庭的实用性功能 他们不需要很非常夸张的花烧的这么多的屏幕 但是他们很看重里程充电的方便性 节油性能 他们很关注这个车的好用性和多用途性 他们还关注这个车的维修维保的全面的费用 所以他们的车就和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通过了解一个顾客的态度 价值观生活方式 能够很深刻的揭示 他们购买同一品类产品 所进行选择的时候的价值侧重点的不同 有些人看出外观 有些人看出内饰 有些人看出功能 有些人看出地位 有些人看出品牌知名度等等 都会有不同的侧入点 这就是VALS 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 那么如果你是做2B的 2B的这种企业的话 你也可以做很创新的视角 去把你的企业级客户也进行一个一个的细分 而且分的非常有洞察 你可以把企业按照这个企业购买你的产品的使用场景进行细分 比如说我的客户分成日常使用型 就是他平常日常使用 他的服务和配件都是按计划购买的 还有一些叫做什么应急使用型 就是我需要道路救援 需要应急使用 响应速度要求很快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把客户分成什么呢 就分成两类了 那么针对日常使用用途是日常业务的顾客 你就强调什么交付的按计划性 价格的合理性和日常维护的总包就可以了 所以价格不用太高 但是长期合同供货很稳定等等 有全面的质量保护 那么对于这种应急型使用做关键任务的顾客 他这个任务失败了后果很严重 对这种客户你怎么做呢 你就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应急服务的能力 关注他完成这个关键任务 确保安全 确保能完成任务 所以对这类顾客价格就不是问题 而性能安全性和快速服务的响应能力就是问题 所以你可以对他们收高价 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这就揭示了不一样 你可以采取不同的定价和产品策略 你还可以按照这个顾客使用你产品的经验 以及他对产品出了问题 自己能够进行修理维修的能力进行气氛 比如这个顾客他买了车之后 他全要靠你 他没有任何修车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的通勤车的使用的骑事业单位 买了客车之后 他要依靠这种客车厂的全包式的服务 但是如果是公交公司买了你的客车 公交公司非常专业 有巨大的维修能力 他不需要你任何的增值服务 所以你卖低价裸车就可以了 而像中等的公司 你需要车队管理服务 帮他进行燃油经济性管理 所以按照顾客的内部的使用能力 使用场景 以及顾客自身 就是你的B端客户 他自身 因为B端买的是个生产资料 他自身整机的营销策略 他自身的发展战略的优先性 你也可以把顾客客户 细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细分市场 从而实现什么呢 你的产品的差异化定价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差异化的功能组合 所以讲到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细分 这个市场细分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柯特勒先生曾经的一个真实的例子 柯特勒先生曾经有一次 他问这个吉列公司的老大 这是很久以前的时候 请问吉列公司是怎么看待自己业务的 是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 吉列公司到底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市场细分的问题是一致的 就是你用什么维度 什么视角去理解你这个市场 吉列公司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可能都知道 吉列公司是干嘛的 对吧 做剃虚刀的 是吧 那你说吉列是做个人剃虚吗 理容服务的吗 不是的 吉列除了剃虚刀之外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自来水笔业务 电池业务 口香糖业务 等等 它有多种业务 那这个时候 吉列作为一家成绩非常优秀的公司 它是怎么样看待自己业务的本质 怎么样把这么多业务形成一个合力能够发展的呢 是不是它很不聚焦呢 吉列公司的CEO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很聚焦 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业务 我们的业务也始终都围绕着这个视角来展开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做消费者去商超结账柜台 那么一平方米货架空间的生意的 你想想是不是 这些产品是不是都在商超结账柜台一平方空间外 是的 然后他接着说 说我们把这种产品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描表式产品 什么是描表式产品 就是这种产品是刚需高频消费者拿起来 从拿起来到购买的过程的十秒钟以内 所以我们永远只做这种产品 所以我们的扩张 我们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逻辑的 看看还有多少货架 我们的没有进入 我们可以进 看看货架上还有多少描表式产品 不是我们的 我们把它收购了 看看这个货架上 还有哪些可以卖的描表式产品 还没有卖 我们可以卖 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再不断的扩张 这个回答非常有趣 非常具有启发性 它虽然讲的并不直接是市场细分的维度 它讲的是如何看待生意的本质的维度 但是我们的市场细分 也要用这种维度来创新的去解决认知 去创新的再次深度的理解我们所在的市场 否则没有市场细分的创新 没有对顾客真正价值的切分和认识 我们怎么可能带来创新的产品 创新的服务和品牌传播呢 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把市场创新解决好了之后 就市场细分解决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目标市场了 选择目标市场相对比较结构化 比较定量化 我们就选择那些 第一 从我们公司的目标和自身来说 它的市场能够满足我们的增长需求 它足够大 能够达到我们的增长目标 销售收入的来源 我们的核心产品 核心能力能够服务到人家 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资源 有分销渠道在 是吧 第二个呢 这是从自身 公司自身来考虑 目标市场选择的标准 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从哪里呢 从目标 从细分市场来看 哪些细分市场具备高成长性 高盈利性 进入又不难 竞争又比较不那么激烈 利润增长潜力又高 我们就选择它 当然朋友会说 哎呀哪有这么好的市场 这个又没有竞争 利润又高 增长又快 市场又大 哪有这样的市场 从来没有过 的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市场 但是呢 我告诉你的 是一个度 竞争比较不激烈 未来增长比较高 你可以把握一个度 一个度 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 它是个灰度 你来综合评价进行选择 所以当你根据企业自身的目标 核心能力 实力 以及参考 这些细分市场的增长潜力 利润规模 可触及性 可服务性 以及有没有规管障碍 这些综合之后 你就会得出来一个选择目标 细分市场的矩阵 经过打分 你就得出来 我选择哪一个或哪几个核心目标市场 选完之后 我就要对目标市场进行什么呢 进行有效的定位 那这个定位呢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走到这儿呢 就解决了我们的定位的一大部分 我们知道了 谁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市场 谁是我们的核心目标客户 这些目标客户 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购买的 看重什么 然后我们针对他们呢 来进行有效的定位 什么是有效的定位呢 就是把我们这么多特征 这么多特点 这么多特性 找出其中最独特的 和消费者的价值最相关的 这种超级特性 我们围绕着它 把它变成我们的定位 就是第一 这个特性是我们最独特的 最与众不同的 第二 这种特性是最消费者最有价值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超级特性 不让你超级特性 达到成定位 但然后你又会问一个问题 那什么叫做 对消费者最有价值的 这个最有价值的特性 这个竞争对手 是不是也提供了 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 特征特性利益 都很重要 怎么选是最重要的呢 你要综合考量 在你的目标客户群当中 他们的排序优先性 都是同样的功能 好用易用某种功能 对你的目标客户群 它排序的优先性 同时还要考虑竞争 这个特征很重要 你也很有优势 但是这个特征 这个特性 这个价值点 是不是已经被竞争对手 占据了 是不是已经被行业老大 普遍的来使用了 如果是的话 你要剔除 所以在我们的真实场景当中 我们要用三个指标 去来梳理出来 我们的核心定位 一个价值对我们的目标用户很重要 第二 这个价值对我们来说具备很强的专属性 具备很强的专属性 很有独特性 这个价值点 有没有在市场上已经被占据 或者被广泛的认知 如果他们都符合价值特别重要 对顾客 然后认知点又是我们的专属性 然后完了之后又没有被市场广泛占领 那么这就是你的核心 这就是你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定位 比如说像这样方式得出来的品牌定位 其实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去喝灵糖 灵纸 灵卡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定位是谁先提出来的 是原体森林提出来的 虽然它不是第一个推出无糖或低糖饮料的 但是它把这个定位这个价值和它的品牌 和它的目标顾客群进行有效的匹配 另外像啤酒领域 啤酒的口味 过去主要是靠口味和酿造方式进行区分的 过去的定位都是什么呢 按照产品类别生啤 什么拉格啤酒 生啤酒 鲜啤酒 什么精酿啤气氛的 而只有当雪花出现的时候 雪花啤酒找到了它的目标顾客群 目标顾客群谁呢 是年轻人 新一代年轻人 他们不是按照啤酒的品类分类来进行价值判断进行购买的 他们的购买的核心原因是场景化的 是探索新的口味的 所以它的价值是口味和场景 那么既然理解了 你的目标客户群体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购买啤酒 主要是基于新的口味 新的酿造的这种特点 和基于场景的需求来购买 那么你的定位就应该从哪里走 就应该寻找呼应他们的价值 同时关照在啤酒市场当中 有没有人已经提了这个定位 所以在很多年前雪花啤酒进入市场的时候 他们针对的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是那些从22岁到28岁的消费者 他们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成长期 事业的辉煌期 他们喝啤酒 每一次的欢聚 每次喝啤酒 都是为了庆祝自己生活当中微小的进步 他们每次和朋友的团聚都是一次彼此的鼓励和见证 所以雪花啤酒就应对着新型的啤酒口味 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和年轻人消费场景的需求提出来了 最开始提出来了叫畅想成长 雪花啤酒畅想成长这样的品牌定位 随后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成长 随着关于成长这个概念的深化 就进一步提出来了勇闯天涯 勇闯天涯这样的品牌定位口号 围绕着顾客的成长而成长 始终关注顾客的场景 购买价值品类独特性 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对STP市场细分 目标市场选择和针对目标市场定位 有了一个初步概念性的理解 那这个框架这个方法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它的核心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我们用数据 用洞察去真正的挖掘出来 消费者内心当中的需求密码 然后结合着竞争 结合着我们的优势去来精选出来 我们能够和消费者形成共鸣的 形成深度认同和具备一键穿脑 一键穿心能力的品牌定位词语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在最后 我给大家留思考题 留两道思考题 第一个是请你利用刚才我们讲到的VALS维度 去来重新理解划分你目前所服务的细分市场 第二 我们这个企业如何用STP的思路去重构我们的四批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用重新的划分细分市场选择我们的目标市场之后 我们的产品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进思路 可以怎么优化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更相关 最后你再想一下我们的STP的原理它既可以指导我们的产品的改进服务的改进定价的改进 它同样可以指导什么呢 我们为我们的品牌选择KOL选择种草的代言人 因为我们用价值观用生活方式去理解去梳理我们的细分市场了 那么我们的种草的代言人他应该符合我们受众的生活方式 符合我们这些受众的价值观和认知 按照这个角度去重新看待我们应该怎么样优化我们的KOL和代言人 好 这一节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